于是跑来这享用午餐了 这家店在台湾光复前已开始营业了 至今大约有六十几年历史了 他们选用的食材都是新鲜余货 这里的菜单我是没拍 不过他们的菜单都是用日文写成的 我在大学时有选修过日文课 日文有少数几个字我看得懂 我有建议过服务人员希望菜单改为中文 但他们认为这是店家的坚持 由此可见从日剧时代经营的的店都很看重传统 由于这里的综合握寿司比较贵 一份要价400多块 于是我点了比较便宜的香握寿司 这握寿司吃起来口感软硬适中 放入口中嚼个三四下 就很快化开 很标准的日式做法 可见他们的料理口味不应时代变迁改变 这是他们提供的餐前小菜 还不错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